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小编 然后这把也是一个王者局的排位赛 咱们这个边路呢 夏侯敦兑先花木兰 好久没玩夏侯敦了 上两天一直在打这个程耀金这个巅峰赛 打花木兰的话 咱们开局先出铁剑 然后补那个抵抗鞋就行了 我感觉这个夏侯敦打花木兰还行 不算那么特别的难打 这边先清兵先升个二级 一技能给减缩 回头拍他一下 凭AGA接战杀 哎呀 这个战杀伤害稍微差了那么一下 我以为够了能伤害啊 有点可惜 开局这就直接战杀了 这花木兰挺有意思啊 这优势这不就打出来了吗 二级的一般的一般英雄二级 他都打不过这个夏侯敦 注意啊 这个第二波兵线 别出去清就行了啊 等对面过来清 你看 这时候他过来清 再上来给减缩 停给拍 哎 哎 再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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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斩杀 这边又带杀了 队友过来支援 这边好像没什么用啊 一技能给个减缩 拍起来没啥用 这边得死 打野过了这一波根啊 打了半天 他把这丧生大招他都没打出来 咱也不知道他过来干啥来了 看一句有点小失误啊 那个斩杀第一波要是放好的话 第二次就又斩杀了 可能说是啥呢 给个解锁 他一下平A接来啥 能抢人头就抢人头啊 先出个金鸡护手就行了 好长时间不玩了啊 这个又是有点不太会玩 这这英雄怎么说呢 最好还是嘛 得天天就玩两把 要不然这个容易生数啊 停来 拍起来 大招空座 死 这花不来凭什么敢跟我打呀 我手里双buff了 担杀两次 我就喜欢这种投铁的花不来 拔拔碰着这种对手才好呢 他敢跟咱打呀 我一带斩杀 我就怕碰着的是什么 贼怂着那种 全城不和咱对线 真有这种打法 打着贼烦 对面松人露视野了 这个红buff咱也就到手了 大招上来 先清兵线 这花不来都不露视野了 这啥意思啊 啊 看一下平安平安 他推我没关系啊 这边跟他打 走位躲他技能 大招空一下一个 给个减速 回头拍起来 评那件交斩杀 这啥意思啊 没看懂 没看懂 真没看懂 又担杀了 他刚才我说 他怎么没去线上 他把我们这边 红蓝buff给反了 我真服了 这个局都不会玩的 咱就暂且不论说 他有没有皮肤 你就看他这个战绩 我就感觉他不会玩 这对抗路都有优势啊 围绕了咱们来打呢 对面的野区 咱基本上前期也是 随便进的 还跟我打 你推我有啥用啊 先拆塔 评给介意 哎哎哎 大招怎么还空 这会大招不空 感觉又担杀了 暂时吧 放他一把 这个也无所谓啊 好多人说 我瞎活蹲玩的不行 我感觉还行吧 我不是水平 那是指定没有啊 省级水平 确实有 这个我自己 我都能感觉出来 这英雄 我如果说我每一局啊 我要不看战绩 我要不打素材 就如果只是纯为了赢 混个小国边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真的 我就完全平意识来打 我也能打啊 一级能给减缩 回到二级能交战杀 这俩人跑了挺快啊 我这把手里四个人头啊 好像全是花木兰 这把得说 把这花木兰呢 打的挺惨的 先把这个 小的永远守护啊 给做出来啊 出一个小的就行 然后咱们再看情况出 正常的出装心路 就是把这个小的出完之后 我们直接出那个 不祥啊 先把那个不祥扔照给做出来 现在咱也是按照这个出装思路来出吧 这把 其实正应该先把这个永远守护给做出来 大招定住 二级能开出来 接一技能给减缩 哎呀 这边他交大招了 我一技能还空的 应该一技能给减缩 大招直接找回头拍起来 这把太压人了 给我吓完了都 看我的伤害啊 打这个司工认识绝对够用了 但是有点不太好控了 就是 我就挺烦这个 下火都能呆呆呆的 我 我特别容易空 空大招 我不知道为啥 总感觉拍不住人似的 可能就是玩那个 程友军玩的窝冷 哎 这波好像打不了 大招直接走吧 回头赶紧利用这个小野怪回来选 其实打到现在的话 咱就可以保护这个 加罗来打了 中期保着射手打 逆风驴这英雄 我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去翻盘 这英雄挺乏力的 逆风驴 我有点不太会玩啊 你还敢上来抢 你能抢得到我是怎么着啊 小和宅山没抢着 这个人头 把我被动打住 那我就把这蓝爸爸直接拿了吧 但是得咱得说啊 这个赛季的话 夏侯顿强度确实要比长咬金高 你无论是对线的 还是打团啊 是不是啊 他都比这个长咬金作用要大 先抓这个高健黎 最好 抓不到就算了 哎 这个死红阵可死了 四抓一 我看你怎么走 大招 一技能空了没关系 我大招再空他一手 应该接个一技能 两个一技能全空了 这边先追这个桑起啊 假装追桑起 咱们后续呢 就是追这个孙上香 交了一手闪现 这边被动给我打出来 算了 这就可以直接走了 每个简缩 拉回来 再拍一下 没拍着就算了 这边手里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二技能看一下 大招直接走 哎呦 这高健力伤害还真挺高 这这这种出装还是不行啊 还是要把这个 永远守护给做出 啊 之前我发这个夏侯顿的视频 你们总说啊 看着没有这个 崇晓晋十五啊 可能就是 崇晓晋看多了 打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兄弟 这英雄机制 和那个崇晓晋还不 还是不太一样啊 我以后玩 我总说多玩一玩 玩着玩着吧 我就没成劲了 有时间我就玩一玩 没时间 那就真没办法 今年呢 照 上几年呢 确实都挺忙的 时间也不像以前 那么的多了 拉了一下子 先别管啊 先别管啊 把这下路兵线给清了 这三个兵线敢杀一个人了 四五百块 这就 大招 大招空坐 卡住位 这平A 哎呀 这个小鸡飞给的 真恶心 这高建林就直接杀吧 这鬼骨子拉住他 他不就是个死吗 一技能空的 没关系啊 扛他大招 大招定坐 平A 接一技能卸战杀 这高建林就随便打呀 这英雄机制 他没位移 是不是 那妈不直接反 现在咱就是一个强势机 我见谁 我都能打谁的玩意 这边拍一下 直接走 没被动啊 先别着急上 这边不太好打 我把到现在来讲 我都没保护这个射手 我要早保着他打呀 可能优势就早就打出 这个阶段呢 咱就应该要保着射手了 再不保他就不好赢了 不能瞎玩了 大招定坐 平A接一 村上乡交闪线 这边咱先往回拉 这高建林可能是想切我 这个加罗他是切不到 好像这波打完 差不多还是推不了 一波还是有点够强 对吧 就保加罗就没问题 十分钟之后 就是保着射手 这个龙也可以拿吧 射手区上路弹线 这个好像拿不了了 往回走 往回走 别别上 别上 别上 这波咱得回城 你拉住了也没有用啊 我大招都没了 咱现在这个CV啊 还不是特别的全啊 像这种出床的话呢 就是前中期啊 伤害稍微高一点 后期有点比较脆的 但是对线是容易打出优势的 这边看好加罗的位置啊 这边就可以直接上来开团了 被空了一下 没关系 大招上来 先那个秒一个 荒马蓝绕后 接着保 一技能空了 没关系 推仨人啊 我这个斩杀交出来 被动给我打 就保着射手打 就没什么问题 给个减速 拍他一下子 大招再定一下子 二技能开出来 扛防御塔 队友输出补上篮 剩一个村上香 这边大招再控 平给接乙 直接秒 再拍一下 队友把这个制裁都做出了 剩一个司空阵 这个没发售了 这把 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失误吧 我觉得还行啊 有失误 肯定有啊 我这本身就玩的 不是特别好啊 我要天天玩还行 但我感觉你看 我这个对线打的 也没啥太大问题 还行 还行 碰龄高手肯定打不了 这把12.5的评分啊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 再见 太多了 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